不得不说,马刺对伦纳德是真爱啊,这待遇联盟其他人真没享受过。北京时间7月18日,马刺关于伦纳德的去留问题尘埃落定,最终,马刺将伦纳德和丹尼格林打包交易至多伦多,换回了德罗赞、波尔特尔,还有一个19年首轮签两个20年的资轮签。 不得不说,这是一笔你不请我不愿的交易。此前,德罗赞在拉斯雷加斯夏季联赛期间,曾和猛龙管理层会面,当时,猛龙管理层明确告诉德罗赞球队不会交易他,然而事实的结果,是德罗赞如今深度抑郁,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大发牢骚。 同样的,此前马刺也没有打算交易伦纳德,甚至于他们已经愿意为伦纳德奉上顶心,并且,他们在自由球员市场上不断抬价,企图让外界球队不战而退。 更有,没有续约四冠元老托尼帕克的马刺,甚至已经被看成是在求和了,但最终,他们竟然选择了和猛龙交易,得到了并不能称之为顶级核心的德罗赞。 而且,最后的首轮迁,甚至也只是未完全确定的两个次轮迁,是的,归根结底,如果伦纳德的幕后团队不怂恿伦纳德,提前向马刺索要顶心,甚至还使出了逼宫的做法,这样的交易根本不可能发生。 不可否认,伦纳德能够成为联盟前五的封线,很大程度是马刺辛勤培育的结果,而这是马刺队史首次交易还在巅峰期的球队核心,伦纳德的叛变完全已经让马刺因爱生恨,马刺做出这次决定的悲愤之处表现在两点。 其一,伦纳德原先对外公开表示,自己最想去的球队是大球师胡人,然而,马刺却把伦纳德送到了几乎成一个对角线的多伦多猛龙,从西南到东北,从国内到国外,第二,猛龙是小市场球队,曝光率,商业机遇都一般,伦纳德想要多拿钱,固然留在这里,但续约已经只剩五年1.9亿, 不过,伦纳德在被交易后,已经被曝光无一效力于猛龙,所以,假设其未来离开,加盟新的球队最多得到四年1.41亿,与当初设想的五年2.19亿已经相距甚远,不得不说,马刺的确对伦纳德是真爱,得不到即是毁灭,这待遇联盟球员,哪怕是一个超级球星都真没享受过。